嗨小财神大家都还好吗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Vlog 那Vlog我们会比较轻松啦 那今天要聊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再看一下 这个 我们的Richard的APP 它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小茶罐的功能 那大家也很好奇说 那它这个APP有没有一些什么特色啊 或者是它这个功能是我们需要的吗 我们今天就用这支简单的影片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就没有做这个简报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在画面上面来看 这个 我们的这个成效 或者是说我们的小茶罐要怎么使用 那你登录你自己的APP之后 如果你有这个upgrade你的APP 升级之后 更新成最新的版本 那你点进来这边你就会看到了 那你自己本身的存多少钱啊 然后你的投资组合 如果你有买它的基金的部分 或者是信用卡你有刷多少 它这边都有 那你就发现宝可梦其实不常刷 哈哈哈哈 OK好来 那你点到中间的这个所谓的总览哦 你点进去之后 它的最右下角那边就多了一个所谓的小茶罐 那这个小茶罐我们可以点开来看哦 你就会发现它这边有两种 一个叫万用罐 一个叫零钱罐 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查询小茶罐的说明 它有写到说 小茶罐Richard紫账户县已开立的这个新台币存款账户设定使用 那第二个是每一个人都只能够有10个小茶罐 那你同时可以使用一个零钱罐跟6个万用罐 那万用罐的存款可以随时停留到母帐户 零钱罐的存款要打破才可以动用 我个人是蛮喜欢零钱罐的设定哦 就是说 因为你那个租公嘛 你要知道你租公多少钱 你的确是要把它就是剖开来 然后才知道就是存了多少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应该是蛮有趣的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小茶罐无法转账到母帐户以外的户头 OK 然后小茶罐依这个活除的排告利率计息 然后将于每个月月底算到这个账户里面 然后每日夜间维护无法更新小茶罐 每日的00到03系统维护之间无法存入规则 所以你现在大概应该知道了 万用罐就是多了一个小的账户 然后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什么 结婚基金买房基金或者是旅游基金 然后来做这个所谓的搭配 那另外的这个零钱罐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平常自己 比如说可以零存然后最后整副的这个机制 但是它这个是不透明的 蛮好玩的 所以我想要来开立一个零钱罐来看看 点下去 那它说每次存一点点规则任你挑 随时存入账户的零头 或百元以内的小钱 或可设定每天固定存零钱 或者是每天随机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零钱看不到 那打破才能用钱 所以我想要试试看这个 那它这边有个比较类别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了万用罐的部分是金额看得到 那零钱罐是看不到的 那可以随时提用吗 万用罐可以 但是零钱罐要打破才能用 存入设定的话 就是可以设定存入周期 那零钱罐的话呢 是可以设定规则 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一个零钱罐的设定 好点开来 然后来看一下 这个名称叫做 宝可梦零钱罐 宝可梦零钱罐 然后每次存物的金额呢 我现在可能存个200好了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每天随机存1到99元 我觉得这应该蛮好玩的 然后我按这个同意并且继续 然后呢它这边就有写到了 宝可梦零钱罐 然后输入使用者密码就是FaceID就过了 就是这样子 那就已经新增零钱罐成功了 等级1 然后首次存20 其实应该是200 不然就20算了 好 我知道了 那么持续存入零钱提升等级 就可以看到Richard随着零钱罐逐渐涨大 所以我已经有一个小的小茶罐 设定好了 我的小茶罐共享活存利率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的这些小茶罐 到底只剩下高利活存的 应该说只剩下那个一般的这个银行的储蓄 活存的这个利率而已吗 其实没有 它最后还是会给你高利的部分 就是一样是到最高1% 你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一个我想要新增一个就是小茶罐 这个小茶罐叫万用罐 存入大笔金钱好保管 习惯随时看这个存钱的数字 然后资产的这个累计很有成就感 或者是紧急备用金 我们之前有一集那个我们的理的才知道 有这个柴鼠兄弟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所谓的紧急备用金 其实你紧急备用金也可以用这种 所谓小茶罐的方式 然后来做存钱也不错 除去有个目标 这样子 然后我来一个万用罐 这个万用罐叫做 我把它称为旅游基金好了 来看一下 旅游基金 好 万用罐旅游基金 好 怎么打不出来 奇怪 把万用罐删删掉好了 会不会字太多了 旅游基金 好了 那首次存钱的话就存一千好了 好完成 那除去目标我设定五万好了 然后呢 这个 如果想要帮你自动存蓝了也能轻松除去 那如果我按要的话看会怎样 自动存入的设定 每一次存入多少 那就每次存入五百好了 哈哈好烂哦 然后每个月固定扣 然后每个月存入的时间 可以 13号应该可以啦 15号也可以随便 15号 好来 然后呢 按确定已 执行 然后按输入密码 诶 完成 好 来看我的小杂冠就有两个 一个是 宝可梦的零钱冠 多少钱 不知道 然后 旅游基金已经有一千块了 然后会持续慢慢的往下存 所以 我觉得它的使用上 就像是我刚刚操作的一样 照着步骤就是简单走 你就会知道说 一开始存多少钱 接下来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周固定 把钱一直存进去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达到你要的这个目标 而且你在这里面操作的金额通通都是1% 在30万元以内通通都是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小茶冠还蛮好玩的一个功能 它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是在帮助你做理财 所以这个产品呢我觉得它没有不好 那它也有提出一些所谓的创新的部分 如果你对这个所谓的理财的功能是有使用到 而且有受益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使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的这个所谓的规则 好用我们就分享 那不好用的话我们就骂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绝对没有觉得说Richard真的很烂 然后就狂骂他 就是 他好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呢 这个简单的Vlog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Richard小茶冠好用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这个账户不错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点下面的链接开户 或者是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也邀请他们一起来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那么让更多人可以学习到一些专业的正式的 这个所谓的正确的理财知识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